花莲市公所与爱花莲爱新文化艺术基金会合作举办的爱新礼券发放作业今年是迈入第四年 包括了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全部有1271户的受贿 总计送出了127万3千元 每户一口是发给500块钱的爱新礼券 最多以5口2500元为限 市公所即日起委由礼干事来协助发放 花莲市公所与爱花莲爱新文化艺术基金会举办的爱新礼券发放作业迈入第四年 包括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全部有1271户受贿 总计送出127万3千元 我们一个爱新礼券发放的已经是第四年了 那也是从前市长为加钱也是我们爱花莲基金会的一个董事长 那在这个部分我们准备了1271户的一个户数的一个发放 那总计金额是127万 那在这边在加盐延续我们前市长政策 其实这项政策非常的好 那也大力的受到我们花莲市民代表会的支持 主席跟副主席的相当大的支持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资源比较匮乏 那有一些比较困苦的家庭都需要这样的协助 那我相信未来这项政策的延续也能受惠到很多的人 那也期盼如果有一些爱新人士 如果也可以捐款到我们的花莲施工所的慈爱基金里面 我们后续也会如果有机会 可以更扩大的来办理这一项我们公益活动 爱花莲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表示 会持续支持施工所关心弱势家户 从过去的爱新年菜转变为爱新旅券 那也得到非常多我们需要帮助的家庭的一个回响 那所以虽然家前卸任之后 但是用基金会的名义也持续的在支持 我们爱新旅券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真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温暖的过年 那这一次也非常高兴看到花莲县政府 在三节发明的一个部分改成旅券的部分 也学习花莲市公所的一个做事的方法 那这样可以让更多的民众采买到需要的东西 那也更感谢很多社福团体 那我今年也是社福团体的一个部分 那同样的也回馈花莲市公所支持花莲市公所 花莲市民代表会也是全力支持爱新旅券的发放政策 非常感谢花莲市公所运用慈爱基金的善款 来在过年之前来赠送这些弱势家庭爱新旅券 那在花莲市民代表会的部分都会全力来支持花莲市公所 相当优质的一些相关的福利的政策 往后呢也希望我们有更多的花莲市的市民 能一起来做爱新 将相关的善款捐给慈爱基金 让慈爱基金能积极落实的在我们花莲市的每一个角落 市公所表示爱新礼券可以购买家中需要的民生物品 但是不可以购买烟酒 至于领取的资格是111年10月13号前 涉及在花莲市的低收入户还有中低收入户家庭 礼干事会在农历新年前到各户来发放 如果没有联系上的关怀户 可以到户籍所属的礼办公室来领取 最慢2月10号之前要到施工所设劳客向承办人员领取 新尊福度送吉祥 爱新礼券亭新年 耶 剪辱会花莲市报道